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啊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台15米的平板半挂车 是发往越南市场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它的上面有12把锁具 这个平板车的用途是可以运输集装箱和散货的 那12把锁具分别可以承载48尺啊 45尺啊还有两台20尺的集装箱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名牌和尺寸 13.5米 2.5米宽 1.5米高 生产日期是5月9.9吨的自重 40吨的载重 这里是VRN的号码 这里是公告号码 这里是生产的号码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保护装置 这个保护装置主要是为了保护气路和电路的连接 有了这个钢结构的话就不容易被撞坏 那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握手接头和黄色的握手接头 还有菲利普斯的七星插座 那这边的话是菲利普斯牌的 这个也是菲利普斯牌的 在两边分别我们可以看到有边灯和反光片 我还是忍不住看到我们的油漆质量 这个油漆做得非常的漂亮 你看都可以看到看到影子像镜子一样 再往下面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维修孔 这个维修孔的话主要是用于做气路和电路的检修 这样的话有什么需要更换的话 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那这边是两个漏水孔 再向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3.5英寸的牵引销加上螺栓 再向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有两根副梁还有两根大梁 那牵引板的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大梁下面有加强板 这个加强板一直延伸到支腿后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到这里 到这个位置 很多其他的工厂会把这个地方做错 他们会把这个加强板一直延伸到悬挂的前面 也就是一直延伸到这里 那这样的话会形成悬挂这个位置非常的强壮 那前面的话非常强壮 但是留到这里有一个缝隙会比较的弱 这样非常容易把大梁折断 但是其实这个加强板的作用是为了保护这个便捷面 这个便捷面的话是要被保护到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支腿的话有很多黄油孔 这里是可以打黄油的 这边的话是螺栓 拆下来的话可以维修 这边是二维码 这个支腿是联动的支腿 是在一侧操作的 这一侧操作 那它怎么联动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一根连杆 那你在另外一侧操作的时候 这根连杆会联动着这边一起升降 升降的话就是这里 这个行程大概是450毫米左右 当这个行程漏到红色的时候 就意味着应该停止了 这个支腿是 支脚是非常普通的 再往后看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支腿做 这是做一个加强 后面还有一个支腿做 这个支腿做是给客户备用的 假如客户需要装两副支腿的话 那这里一副 这里也可以再装一副 支腿的后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备胎架 这个备胎架的话 上面是绿色的 有几轮 可以通过在这个地方插入摇靶 然后来摇动备胎升降 备胎和轮胎是一样的型号和品牌 这里是花纹的型号 倒过来了 但是可以开得到 这里是中文和英文的品牌 这里是这个轮胎的型号 是12R20的 然后是20层级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轮胎的花纹 它是适合越南市场的 向上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边梁上的反光贴 都是有客户的标志的 那是有客户的标志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边梁的话 它是有一点点上拱 也就是中间是高一点 两面低一点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在设计的时候 这样做的话 可以让车辆在空载的状态是高起来的 在满载的时候可以把货物压下去 这样更能够保证这台车的使用粘线和车体的质量 边梁的下面我们放有紧绳器和绳钩 紧绳器和绳钩可以用来固定和捆扎散货 当然在它们之间还有边灯 像这样的边灯还有很多 这种边灯的话 主要是在夜间行驶的时候 告诉其他的车辆 这一台车在路上 这边的侧户来往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具箱非常漂亮 工具箱上有客户的标志 那在大梁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客户的标志 非常的漂亮 再向后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前挡移板 前挡移板主要是为了防止轮胎在转动的时候 你甩到前面的工具箱上 这里是前支架 这里是中支架 后面也是中支架 悬挂支架连接的是平衡臂 平衡臂中间是平衡臂的销 这个平衡臂销的直径大概是70左右 那两边连接的就是板黄 板黄下面连接的就是车轴 车轴的轴头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轮胎 轮胎也是跟我们刚才看的备胎是一样的 那这里有轴盖 轴盖的话是我们自己的车轴工厂的品牌 我们可以看到STAR 它没有位置写trailer了 所以就STAR 那这边的话是10孔的标准钢圈 这边是充气的轮胎充气的地方 那轮胎的话每侧有六个 每个轴头上有两个 这样的话一共是12个轮胎 加上一条备胎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这个东西叫悬挂拉杆 这一侧是可以调动的 那一侧是固定的 之所以这一侧固定 这一侧可调是为了 两个车轴在行驶的时候 必须要让它保持平行 前后这三个轴要保持平行 这样的话对轮胎的消耗会少一些 如果你需要调整的时候 可以通过调整 拉杆来调整轴的平衡度 这里是最后一个悬挂支架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后挡泥板 后挡泥板的下面 上面是客户的挡泥皮 这里有客户的logo 那上面的话我们看到灯锯 绳钩 锦绳器 锁锯 那这里是边梁的包脚板 边梁的包脚板后面是后示威灯 还有雾灯 转向灯 倒车灯 刹车灯 那在这边有两个很强壮的推车的装置 如果你的车陷入到泥里面了 可以后面用插车把它推出来 在中间是牌照板灯 这里可以放到牌照板 再往下的话还有两个额外的灯 三角反射器 两个三角反射器也是为了给更多的视线到后面的车 那这个也是印有客户标志的反光板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锚钉锚在后面的边梁上 最后面是有客户标志和我们标志的标志板 这样的话就是整个车的后面的样子 再继续来到车下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车后面的样子 这个车的后面的话有电路的布置 我们用扎带把它很整齐的扎在了边梁上 那带往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车轴的底部 车轴底部的话这里有车轴的名牌 这里是板黄 板黄我们可以看到是四片全长的 一二三四 最后这有一个钩子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这叫电环 这个电环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钢丝很快就被板黄磨掉了 有它的话可以增加很长时间的寿命 调整臂 这是突轮轴 U型螺栓 这里是气势 双腔气势 这里是红色和黄色的气管 这边是储气筒 这边是放水阀 放水阀的作用主要是让储气筒 这种长时间积累的湿气 或者是前面空气压缩机来的垃圾 它可以放出来 目前现在是没有气的 所以你们听不到声音 我们同时还加了一根钢绳到外面 等会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往下面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悬挂内部的样子 前面那个银白色的是紧急机动阀 好了 我们如果再向这边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也是另外一边的轮胎 那在这边唯一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有放水阀的线 一共有三根 也就是说有三个储气筒 为什么摇把跟这个线都放在这一边呢 因为这一边是我们平时停车的时候靠路边的 司机在操作的时候会比较安全 继续向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客户的标志 客户的名称和我们的名称 Star Trailer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边梁 下面的话是一些支撑梁和贯穿梁 还有一些电梁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的油漆和钢材质量都做得非常的好 前面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支腿的品牌 这里是富华的支腿 是广东富华的支腿 这里是支腿的操作方法 那这个是外置齿轮盒的支腿 它的齿轮盒在外面 保养和维修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把它拆下来 然后前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 可以看到下面的结构 也是做得非常的结实 也是做得非常的结实 好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应该就可以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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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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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次见